尝尝 这是我吃过的 最好吃的熟稀果 我们刚刚那杯咖啡喝完 这才过了一个小时天就黑了 好饿啊好饿啊 走我们找饭去 找饭 来到这儿的餐厅有无法 好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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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呃 这种念啊 yoshizune 是吗 yoshizune 我不会发音啊 不会发日文 纯日本料理 是 我烣鸡 一言 你 那 我也是 我烦 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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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口感有点像面条的口感 它切得像面条 入口感觉非常的鲜 感觉里面加了醋也加了酱油 所以鲜中还带着一点点微醇 这个是我们今天点的前菜 银雪鱼 然后旁边配了这项是豆腐还是什么 玉子生 鲜鱼的肉还是比较嫩 好甜 一会儿凉了 让摄像师先尝一口 我觉得鲜鱼超级好吃 好吃 我觉得它真的超级配饭 下饭的感觉 特别的嫩 而且这种鲜鱼没有太多刺 它的刺都非常大根 这道鲜鱼呢 配了一个鸡蛋羹 茶碗蒸 茶碗蒸 这茶碗蒸上面呢放了一种鱼肉 所以整道这个茶碗蒸呢 就特别的鲜 有种海鲜的那种鲜甜味 我们的寿洗锅呢 现在小哥在帮我们弄 我们的寿洗锅呢 现在小哥在帮我们弄 我们的寿洗锅呢 我就先来了 吃寿洗锅呢 就一定要遵循正宗的日式吃饭 哇 这也太好吃了 再来一块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收洗锅 它有点像我们中式的小火锅 但是呢 它呈现出来的口味适合 整体就是一种偏甜的口味 把这个牛肉蘸上蛋液之后 牛肉就变得特别的滑顺 特别的好吃 好吃好吃 打个分 10分 你10分就打个分 你啥都是满分的 哈哈 你分的什么都满分的 那万一明天吃到更好吃什么 那你就没有空间了 你不行的 你这样做不了美食的东西 你只能做摄像师 你分的什么都是满分 你们弹幕都在护着摄像师 现在摄像师都站起来了 最后一分钟也没有了 我没有重新再加了一分肉 哇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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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花牛 Cheers 餐后甜点 太甜了 所有的甜点都不适合 账单来了 寿喜锅46 我们点的那一份前菜 雪鱼是30 另外我们还单独加了一份牛肉 是30 另外还要加一个18%角度 所以最后总价占 130上下 还好 说实话这家店非常的清晰 从他们的前菜到他们的收集 我甚至到他的甜点 我虽然不是很喜欢吃 但实际上是很喜欢吃 从价量来说 135块钱 对于这样的一个质量的日本店来说 属于中等嘛 不算贵也不算便宜 一顿大餐吃完了 现在感觉好撑 我们今天就是海滩 我们去那边走走吧 对了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感恩节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不过借着这个机会 就在这里 要感谢所有的粉丝们 真的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下午一之行 走到今天 才能够顺顺利利的来到下午一 大家都知道2020年发生了很多事 这不是一个非常顺利的一年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 所以呢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这个小团队来说 当然也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走到今天呢 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所以趁着感恩节这个机会 感谢所有的粉丝们 那我们今天下午一之行的第一天呢 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我对下午一非常的期待 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好吃的了 所以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 我们再见 拜拜 啊来来这好想回国呀 可是现在回不去 我替粉丝问你两个问题啊 就大家说每回我抢你吃的 你都敢怒不敢言 这是真的吗 谢谢大家 吃吧 看到这里 都是全部都看不出的 对 你看看这个 看不出的 看这个